大家好,歡迎收看K的視頻 在座各位有沒有沙城帝王的粉絲? 又一年過去了,他們還是進不到冠軍賽 連續16年沒有打冠軍賽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完 去年我都說了,只要他們一天沒有進入冠軍賽 我都會在2K中重建他們 今年2K13同樣不例外 看回陣容,上個賽季做了一宗交易 哈利布爾頓送走了 換來薩波尼斯 怎麼評價這宗交易? 如果從遊戲的角度來說,肯定是虧了 薩波尼斯也是龍哥的樂夢 薩波尼斯現在是26歲 Diaman Vaz,不知不覺 小狐狸已經打了五季 其實現在的潛力是在下跌 班尼斯30歲的老將 David Mitchell上年的9號順位 Kegan Murray 今年的第四順位 Monkey上的賽季在湖仁都打得不錯 還有Kevin Herter,剛剛結束了新手合同 除此之外,還有Terence Davis 賀美斯等等的球員 其他球員的總比就會比較低 這個陣容是比較差的 當然2K的話是可以實現奇蹟的 這個賽季都有機會早見到 可以奪換的 但今年我決定慢慢來 應該就要兩三個賽季了 我其實是將目光放在第三個賽季 因為我看到明年進入自由球員市場的球員 老實說,沒有什麼大禮 認認真真說,沒有什麼大禮 很多球員都是收限制的 所以下個賽季我估計都是過到期 不急的 就著眼於第三個賽季 都可以擺爛的 這個賽季是培養Keegan Murray的同時 看有沒有機會選中 永不永不永不都可以的 好了,第一次交易 不要理我們現在擺爛的情況 史太平條款的限制是很麻煩的 其實每次開檔基本上都是這個處理 首先拿回自己的手聯籤 因為我們2024年確實是缺了的 所以這次交易完全沒有問題的 好了,第一個目標 其實當時進行交易送走Hardy Burton的時候 我看到有不少沙城帝王的粉絲 都感到意外,沒有留意Hardy Burton的 不如我們今期的話,把它換回來 這樣就肯定是不行的 老實說,我覺得我可以送走我們今年的手聯籤 當然是比較值錢 我說過要擺爛的,對不對 擺爛不一定要自己的手聯籤 可以拿別人的手聯籤 我覺得換了Hardy Burton過來 戰績都不會差到去哪裡 當然啦,盡量就不要給了 可以給一些遠一點的 譬如27年這些,完全沒有所謂 試試水 劉馬這邊都是重建中的球隊 他們的手聯籤應該都比較值錢 我看一下 三顆星 比我們更值錢 就是說他們比我們更爛 2K是這樣認為的 一個不行,兩個呢 兩個有機會 不過我覺得兩個都不行 現在我做卡是真的 勞火純青的地步 三個應該是有機會的 但是不要急 試試試二輪籤 兩個不行的話 我覺得就要手聯籤 三個手聯籤 怎麼說呢 始終都是Hardy Burton 叫做回家 有不少沙城帝王球迷 還是比較高興 2025年的手聯籤 還給你們三個 嘩 多一點點有點過分 如果三個不行的話 就有點過分 哎呀 嚇到我了 二輪籤搭救 好啦 接著這件交易 老實說 跟龍哥沒有任何關係 我跟薩波尼斯的關係非常好 只不過呢 他總評擺在這裡 重建就不是太好 怎麼說呢 Akiga Murray在打大前鋒的位置 不需要理會了 薩波尼斯 這件交易比較有趣 因為我絕對不相信 由Tiger市2023年的手聯籤 值兩顆星 我絕對不相信 喂 Rudy Gobert沒有了 Donovan Mitchell沒有了 你跟我說 他這個手聯籤才值兩顆星 我覺得去到後來 他這個手聯籤 哇 超級正 價值會很高 加上馬卡琳 哎 總評不算太高 是是 但是我認為這個手聯籤 是絕對絕對值得投資的 所以這單交易 為什麼不 接不到去哪裡 好了 接下來這個是第四單的交易 純粹就是回一回血 因為剛才換哈利波尼斯 都調了不少未來的手聯籤 所以Terence Davis 他是合同 準備到期的 我就沒什麼打算跟他續約 我換到一個 2026年速龍的 非保護手聯籤 都OK 所以暫時就可以先模擬住 自己的手聯籤還保持著 都可以看看這個陣容可以交出什麼戰績 如果是比較好的話 可以調走自己的手聯籤 接著模擬到加利至之日 現在的情況是不錯的 我待會再詳細解釋 現在說我將這盒 和即將到期的球員交易 出去換手聯籤 灰熊送出2025年的手聯籤 但是前三選手保護 有保護的老實說 還是受小禮平條款的限制 老實說 灰熊的手聯籤不用保護 直接送都OK 因為現在我們2025年 確實是沒有手聯籤 直接送都OK 他要多一個二零籤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是什麼情況呢 當然是說擺爛的情況不錯 看一看戰績 兩個手聯籤 一個是我們的 一個是著士的 兩個手聯籤的價值都是非常高 當然買一次更加狠 東部那邊呢 東部那邊有沒有球率更加狠 還有黃鋒的 未必是狀元籤 但是我們現在手握 兩個不錯的手聯籤 價值很高 我有信心可以換到狀元籤 Wan Bam Yama 已經在等我們了 現在的年輕人也打得不錯 KeganMurray 我看到也有長均16分的數據 好了 第一個賽的結束 Luka MVP 這些數據我就不說了 最佳新手 KeganMurray 這個賽季我認為是擺爛成功的 他是長均10.7分 8.2個板 2.3個助攻 還有1.7個Block Shot 1.3個偷球 恭喜他了 最佳特人是Ben DPUY是安東尼達維斯的 最佳陣容當然是沒有我們的球員 最後的球隊是29勝53個戰績 我是非常滿意的 除了我們之外 猶他爵士的戰績我都非常滿意 26勝是全聯盟倒數第一名 連贏都不要了 還差過馬遲 馬遲這個陣容其實都很難的 所以我也說了 薩波尼斯送給你又如何 長均17.4分 他這個陣容老化得比較厲害 Bordano-Honley是80加 但是年紀都上來了 那就真是麻煩了 喂 一個薩波尼斯而已 換來馬卡寧 還有一個超級高價值的手籃籤 可能是狀元籤 年度最佳交易 其他球員的數據都可以看一下 這個賽季打得OK Diarren Vars還是第一得分 長均24.5分 Hariburton的得分就不是太高 始終都是那個問題 就是他的射球傾向 太低了才只有55 其他球員都沒問題 Deva Mitchell 我應該會保持低 而且這個陣容還是比較年輕 馬卡寧下的賽季應該會來隊 因為Wenban Yama會加盟 我們這隊球在哪裡 絕對的 100%會發生的事情 100%是狀元籤 肯定有信心得到 所以西決MVP是莫蘭特 東決這邊是Donna Mitchell 兩隊球都是2K重2 所以最後的話 4比3 灰熊奪冠 變態陸莫蘭特是最後的FMVP 長官35.6分 6.4個版 10個助攻 接著就到落頭的環節 預測我們是狀元籤 以及第五順位 很多人都說 你跳過運氣比較差 這次我不跳過了 慢慢來 各位觀眾 去到5號籤 5號籤預測是我們的 結果是黃鋒的 精彩 果然不跳過OK 所以前四我們有2個 2個籤 第四是不是我們 第四不是我們 前三有2個 哇 我以後都不跳過了 我撐這個廢話 我以後都不跳過了 老實說 Wenbem Yama來眼 老實說 差的都是一個榜眼 和一個探花 來吧 Wenbem Yama 直接拿著作員籤 所以的話 3號籤 買一次 OMG 從來沒試過這麼幸運 行了 行了 2號籤我可能交易了 因為我的目標是Wenbem Yama 其他 其他不是很需要 當然 現在可以跳過了 一個是狀元籤 一個是榜眼籤 發達了 接著我就加入這個榜眼籤 老實說 我想下個賽季 爭冠都OK 因為這個榜眼籤價值很大 踏上馬卡琳的話 其實有很多明星球員 我剛才試過 大米都在報價中 不過算了 堅持自己的想法 讓Wenbem Yama Kigamuri的球員成長 我看到馬遲這個報價 又完全可以接受 只不過是這個選手順位 退後了一圍 接著的話 馬遲曼可以換到 Karren Johnson 都OK Karren Johnson 可以下串 打回小前鋒的位置 因為現在小前鋒的話 實力不算太強 所以這單街 我認為完全可以接受 接下來就是第三順位 怎樣處理呢 老實說 有些幸福的煩惱 因為我們其他位置 其實都安排得很好 後場有DM1 Vasali Burton 大前鋒 有Gigamuri 小前鋒 剛才都換了 Karren Johnson 你說我們需要用到 第三順位 其實有點高 你怎麼選手 好像有點浪費價值 所以我想一下想一下 唉 算了算了 既然下個賽季 有這個珍貴的實力 不如試一下 Wenbam Yama 總評又不低 那OKC這單交易 接受了他 直接下個賽季充貫算了 那怎樣說 Hali Burton的得分傾向 是低了一點 SGA的得分傾向 會高一點點 唉 真是幸福的煩惱 我還有一個馬卡琳 都還沒送出去 還有一些交易價值 所以我們就接受這單交易 好了 第二個賽開始 老實說 隊伍有些珍貫的感覺 SUA是90總評 Hali Burton 86 Karren Johnson 84 狀儀Wenbam Yama是82總評 Kegan Murray升了3點 升3點就不算太恐怖 你不要忘記我還有一些交易籌碼 譬如馬卡琳我還沒調出去 然後300多萬 簽了Trainman 還有一些是底薪籤回來的球員 那我本身的計劃 除了培養Wenbam Yama 以及Kegan Murray之外 後場還是先用完 沙城帝王選回來 培養的球員 即是Hali Burton Deevan Fast 以及David Mitchell 現在換了SGA過來 老實說後場很多人 留給這3位太子出場的時間 不算太多 那你說現在呢 其實小前鋒這個位置呢 Kegan Johnson可以打個替堡 所以現在我的意向是 HGA去換個明星級別的小前鋒 因為這個陣容其實都真的撿到七七八八 是真的有爭冠的實力 所以有計劃就馬上行動了 看看用SGA可以匹配到什麼布架 特別是小前鋒這個位置 都看了一圈 大家都可以看到這個布架 小前鋒這個位置 比較好的球員 就是Jalen Brown 所以我覺得這件交易都可以接受 當然SGA的總評是會更加高 還有一個Derek Wright都可以的 那就對了 他的總評不算太高 嘩 這張相片為什麼拍得這麼猙獰 為什麼要吃人還是怎樣 對啦 你的替堡就是有什麼不妥 你又上來吃人就對了 所以Derek Wright呢 替堡奇兵 可以的 接著來的交易馬卡寧 我們給一次機會給米曹羅賓信 看看今年還是不是要聊過發辣渣 現在是很滿足的 注意現在是很滿足的 應該是剛剛簽了一份新合同 他這個能力來做替堡 做WAM BAM YAM 行的替堡都OK 所以可以接受交易 所以你看到現在我已經搞定陣容了 手法Diarren Vars 接著Hardy Brunen Jalen Brunen Kiger Murray WAM BAM YAMA Taybo Kelton Johnson David Mitchell 米曹羅賓信 還有Derek Wright 這個陣容真的一點都不差 我覺得我都不用做太多的交易 我都免費去騙手輪籤 就這樣都可以先打 接著到交易字之日 我可能會做這單交易 為什麼呢 剛才換謝倫布朗的時候 沒有看到他的合同情況 他就即將到期了 而且他沒有跟我們提前續約 他說要測試自由球員市場 當然是有風險的 我不想怎樣白白失去了 一個這麼高價值的球員 Levini 合同的話 提前上了保險 已經續約了 他都可以嚇喘了小前鋒這個位置 那我就會接受的 可以添加一個特例 因為呢 我就見到目前的戰績不算太好 33勝25伏 不是說太強勢 最近是8連勝才說33勝25伏 所以之前的戰績是一般的 就叫做上個保險 這個賽季不行 我們下個賽季都還可以薄 這樣 好啦 繼續模擬之前 再做多一宗交易 波賽這個報價 有點令我疑惑 他們是爭管中的球隊 屎馬特加上Pitcher 去換DeathRide DeathRide又回波賽 我們這個手人籤其實沒什麼價值 因為現在我們的戰績都還算OK 老實說換了SGA的話 對於他們來說都是有幫助 這個陣容確實是多恐怖 球員的總評確實是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這宗交易他們有點虧 其實現在我們的外線防守能力都很強 兩邊可能會差一點 Haliburton A DL1 Vax是A DeathRide是A 包括剃寶球員都是拉滿 所以這宗交易都可以接受 其實現在我們的陣容 真的很強 我說剃寶 Kelton Johnson DeathRide 米曹 羅賓信 史瑪特 全部80加 手法也一點都不差 這個陣容其實已經夠豪華 好了 第二個賽結束 Luka繼續發瘋 最佳新手 WAM BAM YAMA 所以這條影片陣容組得不錯 同時我有培養新手 因為有些人經常都說 沒有那種味道 我有留下很多殺成帝王元才選回來的球員 那些青年才俊 Malcolm Broughton 最佳導人 DPOY是像武哥 最佳陣容 看看有沒有Levin 應該都沒有我們的球員 沒錯 SGA入選了三場 當然他是球賽球員 最佳 最後的結束 我們是50勝的戰績 都可以的 不是這個賽季 就下個賽季 哈利布爾頓 Diamond Fax Devan Mitchell 還有Kiger Murray 四位 原先是沙城帝王 選回來的青年才俊 我都留在這裡 所以不要再說 什麼都掉了 球員沒有那種味 有那種味 Lavine這個賽季 最後是23.7分 哈利布爾頓 得分當然會少一點 Diamond Fax 17.4分 Bam Biam Yama 16.6分 Kiger Murray 17.2分 7.6個版 你不要看總評不算太高 但這個得分都還算OK 各項的數據 看到也有進步 就知道是無異 不是這個賽季 就是下個賽季 很有自信 第一回合的對手是互忍的 就知道無異 所以第一回合 是4比1過了 第二回合的對手是木狼 所以4比2過 嘩 嘩 爛輕爛递 上個賽季擺爛 我們 上個賽季 我們手牽手一起擺爛 你那邊是怎樣的 哦 簽了Halo 簽了Jonathan Ising 就這樣 嘩 就這樣 就這個陣容 就說起飛 就說西部決賽 所以 可以托 掉 3比0領先的情況 沙城帝王 搞什麼 加蘭是東部決賽的FMVP 希露是西部決賽的FMVP I'm sorry MVP What the fuck is that 和我被人欺負 勇士都衰賣 你弄被猶他爵士 搞什麼 這樣的陣容 所以我為什麼經常都強調 不要跟2K鬥氣呢 就是這個原因 搞什麼 你不要跟我說最後爵士奪冠 嘩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最後爵士奪冠 加蘭是FMVP 最精彩無耳 盡彩2K 好了 第3個賽開始 都不用做太多變化 哈利Burton 現在有87總評 還沒有跟86的 其他球員好像沒有怎麼動 包括Kegan Murray 他上升速度都不是太快 其實呢 上不到場的球員 都還有不少的交易價值 這個賽季簽了Bruce Brown等等的球員 當然現在無耳就OK的了 接下來看看戰績如何 如果比較差的話 我們的當家球星 小前鋒這個位置 可能還要調整 接下來就無耳到家翼截止日 我做到一單家翼 現在我們的當家球星 Lavin 他確實沒有什麼鬼牛賽經驗 更加不要提奪冠經驗 你說換得的球員裡面 這些都叫做有些鬼牛賽經驗 而且是拿過總冠軍 老實說這單家是肯定虧的 但是是最後一個賽季 注意是最後一個賽季 我都免得鬥氣了 其實這個手援籤是很值錢的 因為快艇這邊是亂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 快艇現在的情況 賺過OJRNUBI和保羅佐治 所以這個手援籤是超級值錢的 但是都沒有所謂 可以做這單家力 換到AD之後 Kegan Murray 可以打個小前鋒的位置 他都可以打的 所以沒問題 第三個賽季結束 加蘭是MVP 小健 不知道是不是Kendo 找Luka 加蘭31.2分12.7個助攻 最佳新手是Harrie Brooker 這個是狀元來的 比堂哥選中 最佳的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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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是56星26星分區第一名的戰績 都不用看太多了 就是這個陣容 手法Diarren Fass Harty Burton Kelton Johnson 小前鋒這個位置 看看吧 可能上Kelton Johnson 有可能上Kegan Murray 大前鋒AD 中鋒永病 提堡席 David Mitchell 史瑪特 Mitro Robinson 以及Kegan Murray 哇 夠強了 這個深度真的令人恐懼 所以是這個賽季了 都不要跟2K 不要跟2K鬥氣 第一回合你弄灰熊給我 第一回合就要弄變態老 有沒有搞錯 沒有了 真的沒有了 變態老 並非浪得虛名 2比2 3比2 然後3 有時候偶交無聊就是這樣 2K那些無意 上年 爵士這個陣容 晒進去西部決賽 多多少少都令人離譜 好啦 這場沒問題 都贏了差不多40分 第一回合是25分 爵士 你又來了 等下看我的陣容 怎樣 又是HELLO 又是Jonathan Isaac 又是薩布尼斯 你不要跟我說這次 又是3比0 你不要跟我說大轉目 好了 接著對著唐鵝 唐鵝可能還是比較厲害的 陣容 我們看看 跟我們的戰績都差不多 嘩 富池 Brendon Ingram D'Andre Hunter Jayan Williamson 還有剛才最佳新手 Havier Booker 所以輸給唐鵝就沒什麼好說 大家的實力好像都差不多 包括2K寵兒Jayan Williamson 都在 所以的話 來啦 首先 Wan Bam Yama 可以 西決 NVP 冬決 這邊是NVP加蘭 拿冬決 NVP 所以 騎士就不用說話 輸給騎士就沒什麼好說 四巨頭 人家是四巨頭 老老實實 我們的陣容 確實 是不如對手 對啦 2比1 5跟著 鐵王3之前 YES 3比2 LET'S GO SIM CASE 所以這場 打 Game7吧 等等等等 Game7 但這場是主場 Game7沒有主場優勢 唉 拿命 賣球飛而已 打Game7 這場球輸了31分 那麼多 所以 Game7 緊湊少少 讓大家入場 看一場精彩的比賽 看看怎樣 半場結束的時候 看看 比分都是比較接近 不錯 但是 喂 不設防 兩節都已經 兩節多些 已經拿八十幾分 去到第四節的時候 我們來看看 這些是交易的題材 無異的題材 有些人經常說 我入場怎樣怎樣 你要分清楚 什麼題材才行 好了 這場最後的5分 22秒 我們是領先2分 AD 31分 喂 想不想拿FMVP 這次真是大好機會 WAMBAMYAMA 21分 有沒有人發尾 沒有人發尾 騎士那邊 我看看 有沒有人發尾 那麼 MVP加蘭 喂 實至名貴 39分14的助攻 莫布里都很厲害 好像是沒有人發尾 那就精彩了 好了 進入現場 第一次獎攻 WAMBAMYAMA 狀元狼 推了兩下 轉身 有身體對抗 喂 這個球已經沒有彈彈 有沒有搞錯 每個頭騎士這次獎攻 Dr. Mitchell 硬出手 2米26的身材 WAMBAMYAMA 拿板好像真的很輕鬆 反擊 安東尼達維斯 在內線輕鬆上入 回過頭騎士這邊的獎攻 又是沒什麼時間 又是交給Dr. Mitchell 飄移的3分 不入 莫布里有板 再上 遮天閉日的Block Show 嘩 開場這幾分鐘 WAMBAMYAMA 在內線的震效力出來了 不過這個球是犯規 第五次犯規 接著我們這邊的進攻 80 step 不入 WAMBAMYAMA有板 再上兩個人的包夾之下 被莫布里在後面Block了 Block了是Block了 但是剛才這個板真的很霸氣 他在內線好像真的無敵 好了 騎士這邊的獎攻 DONORFER MITCHELL 阿里布里打得不錯 給到卡入內線的Jerry Allen 這個球都有A1的嫌疑 但是沒有出犯規 好了 Timeout結束了 看看我們這次的獎攻 WAMBAMYAMA 給到卡入內線的卡通裝上 結果莫布里一個Block Show 嗯 莫布里入場之後都打得不錯 Josh Richardson 給到DONORFER MITCHELL 拉開是Iso丹打 哈利Burton 哈利Burton的防守 如何呢 都算是這樣的了 有干擾 但是Spiderman 始終是Spiderman 好了 又一個Timeout結束 我們這邊剩下一個Timeout 給到安東尼達維斯 這個位置Pose Up 軟了一點點 嘩 撞來撞去都是撞不入 我布里防得不錯 最後被DONORFER MITCHELL 打算撞給WAMBAMYAMA 出現了一個Turnover 莫布里 哎呀 WAMBAMYAMA還沒有回來 而且沒有人換房 木送Jell 和Alan坐進 這段時間得分方 哈利Burton WAMBAMYAMA會Pick 哈利Burton 飄移的3分 繼續炒 得分方 麻煩 莫布里 啊 給到Jellwick Alan 哇 入場之後 莫布里真的打得很好 和他對位的AD 暫時沒有什麼表現 看這個球 Kelton Johnson D-Aaron Fox Kelton Johnson WAMYAMA 拿位沒有給 最後給到D-Aaron Fox 這個Pick好像都沒有擋到 急停跳投 不命中 自止血 D-Aaron Mitchell 這場球真是大戰 很多高水準的球員 D-Aaron Mitchell 借一個Pick 接著說 突破 對著WAMBAMYAMA 哎呀 Fullout 那就麻煩了 阿斧你做什麼 嘩 WAMBAMYAMA Fullout 你上Bruce Brown 還要打中鋒的位置 對位Jerry Allen 是嗎 搞什麼 阿巴 輸了入你的數 D-Aaron Fox AD 這個位置 遠了一點 整面單 最後的布里好像走開了 有點奇怪 AD35分 加蘭39分 D-Aaron Mitchell 想突破的 充滿人多 Hally Burton 其實什麼都不錯 怎樣處理 還是拉開給他單打 Hally Burton還是什麼都不錯 還是什麼都不錯 沒什麼時間 真是強勁 今年 今年的AI 去到內選時 都是這樣強勁 而且吹雞的概率 真的高了很多 這個球 其實打得很醜 兩分傳中 上米塑 羅賓順 正常一點 AD打個大前鋒 這樣 D-Aaron Fox 給到AD AD就繼續Pose Up Fade Away 不進 那就大勢已去 始終2K 都是做不好高位的Pose Up 因為本身AI的Fade Away 命中率不算太高 高位Pose Up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終結 剛好AD 又有高位Pose Up 這個戰術 選擇D-Aaron Fox 關鍵的3分 5入 沒有了 沒有懸念了 最後比分 146比154 Final打到Game7 最後輸給這隊 強大的騎士隊 就沒什麼說丟架了 都盡力了 最後都看到FMVP加蘭的數據 實至名歸的33.1分 14.3的助攻 騎士王朝就真的建立了 輸給騎士 當然沒有什麼說 但是上個賽季 你說輸給爵士 爵士的陣容真的很離譜 所以為什麼不跟EK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陣容 你說繼續模擬下去 都有機會奪半 當然了 不跟EK投氣 OK 今天的視頻到此為止 喜歡的朋友 希望多一點讚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